有三件事希望大家都帮忙做 点赞、分享、订阅、按下小铃铛 经常听见人说 走得快又好世界 走得摩没避过 这句说话放向香港马场 又好像几适合 但有时马尾段明明都带掉了 最后几步都可以说没就没 甚至搞得连位置都输了 那贵有几个例子 大家看完不知有什么感想 字幕提供 容购的蒲俠超德一向都靠快放食股 今季初9月8日 这趟马由巴道执姜 跑谷做了千米 出闸之后积极抢前 可惜当时排七档关系 早段被逼在外面望空竞跑 巴道动下脑筋出奇招 临转弯前踩有法力透出 最后百多米仍然有优势 但最终不单顶不住头马 进着事的凌厉冲事 而且要输两个马位跑第五 马林中间责位推进 中一只涌仓派对 和无可限量 接近中点 外面盖了 尽着事 去年9月12日 沙田举行黎草云合赛 草地用B跑道做赛 头场五百千六米 会展达人一放到底 似乎当日你放多些 但第四场形势逆转 莫雷拉拆棋 现任马会主席 陈南六名下的爱区天地同心 出战五百千四米 天地同心出战好省 莫雷拉比快马行先 自己就越流越后 一度落到第八九位 但转弯它突然踩口 直路初走势非常好 最后三百米已经透出了 而到了最后百多米仍然有优势 可惜最后五十米转弱 只能跑过耿颈四 天地同心透出 外面二来锋一路扎紧上来 两码中间位置 还有合金之星 内南那边怒怒富贵 接近中点 外面二来锋盖上来 中间还有金碧科 终点那一步 金碧科 同日第九场一千米直路赛 虽然有几匹快马同场 但审客的小太阳排十档起步 搬盾很快将马移近外难领防 而且走势非常好 小太阳虽然受到对手追赶 放到最后百多米仍然有优势 但最后几十米很快地转弱 最终要输过几万位跑第六 演出令人很失望 多福是由资深下注刘耀堂领军 以往明夏的赤多福赢了四场 其中一场是赢韩国短途锦标 二时楼市家族名下的 尼多福 实力和赤多福相差很远 而且是一只超级短银马 虽然在四班初出即胜 但跟着十三场全部都不入三甲 尼多福今季9月26日 佩莫雷拉出战泥地千二米 排十档起步 迅速地杀入内南领防 尼多福放到最后一百米仍然有优势 怎知最后几十米脚仔远 最终跑第六 要输两个马位 接近终点张登杰彩赢 业初航马房的云彩飞扬 这批爱尔兰志购马 来香港跑了十五场 暂时全部不入三甲 4月27日谷草二千二米 波建市曾经给到马迷很短暂的惊喜 云彩飞扬当晚排二档起步 波建市采取主动前置 并且放下胜利波幅带入直路 最后一百米仍然领先 但优势逐渐收窄 谁知道到终点前一步 连一只九层马轻滑都过去 云彩飞扬 只能跑去耿颈四 苏惟尔马房的澳洲PBG好好彩赛 可以说是梁家俊的私家马 这匹马2018年田草千二米 拿到他的首场头马 安上仁正正是梁家俊 上季好好彩赛重立正轨 所赢的两场头马 都是梁家俊经手的 但这匹七岁马 今季又会再跌架了 暂时六战全部都不入三甲 其中4月20日谷草千二米 梁家俊努力放出来跑 最后一百米仍然领先 但到了最后几十米转弱 只能跑过耿颈四 还有这只齐天大师 终点那一步 哪只鹅下去